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训 2022年6月23日 戈亚斯应和戈亚尼恩斯 周四清早 巴西杯第四圈火热进行 两支巴甲队伍戈亚尼恩斯与戈亚斯将在前者主场展开手回合的较量 两队都有接近十年未有杀入过巴西杯半准决赛 而且巴甲十三轮过后两队积分差距只有2分 双方此番相遇何谓慰慎浓 由近年来的巴西杯中可见 戈亚尼恩斯与戈亚斯对于巴西杯的争夺并不感冒 或者是碍于两队自身的实力不够雄厚 无法兼顾到多线作战 戈亚斯今季作为巴甲升班马 球队首要目标就是宝祖 巴西杯能够杀入到第四圈也算是比较幸运 他们第三圈两回合总数与巴拉甘天努打合 互射十二码以九比八惊险获胜晋级 戈亚尼恩斯的晋级历程颇为相似 也是通过互射十二码晋级 从今季巴甲的情况来看 两队防守端的表现都较为相近 前十三轮联赛只有二场没有失球 军场失球数一个1.38球 一个1.31球 差距并不大 既然防守端的表现都如此接近 那么双方此番比拼的关键 就在乌进攻 博度 卢尔乃是戈亚斯的头号攻击手 今季已经射入六个联赛入球 此子今季有入球的比赛中 戈亚斯只输过一场 他今仗定必成为戈亚尼恩斯要严防的对象 与戈亚斯喜欢阵地战不同的是 戈亚尼恩斯更加侧重防守反击战术 球队进攻点则较为分散 维灵顿拿图这类速度型的前锋 在防守反击中起到关键的作用 但两队进攻技巧都属于较为平庸的水平 双方此番相遇何谓甚浓 感谢你收听完播普通话足球快讯 订阅我们的频道就是给我们的鼓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